推背幻展之间 酒精顺着食道有到胃里 随后直接涌进血液 十分钟后就遍布全身包括大脑 此时大脑抑制功能逐渐关闭 更多酒精涌入血液 但十分钟后 你开始心率加快 感官对光线和声音更敏感 到达微信状态 接着喝 你会发热出汗 变得亢奋冲动 甚至飘飘欲先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象 在暗处酒精正攻城掠地 它们大肆破坏神经元 毒害视觉细胞 加速肌肉细胞衰老 酒精进入人体五小时 醉酒的人已经昏睡过去 但身体仍在忙着分解酒精 无暇向血液释放足够的糖分 人会变得虚弱 没有力气 24小时后 酒精虽然被完全分解 却给人体留下永久性破坏 长期酗酒 会导致大脑萎缩 智力减退 骨质疏松 肝功能受损 免疫力被削弱等 世界卫生组织将酒精列为 一级致癌物 看完你还敢喝酒吗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雀儿山隧道 在过去 要想通过川藏北线 只能走艰险的川山公路 而中国工人却用五年时间 将两小时的天险之路 变成十分钟的大通途 然而 他们背后的艰辛 却一直不为人知 那里环境恶劣 伴随着缺氧 急寒 头晕脑胀 流鼻血等高原反应 折磨着每一位工人 每天深夜 工地宿舍都要执行 严格的夜间叫醒制度 因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 一觉睡下去 可能永远都醒不来 五年来 三千位工人来了又走 最后只剩下几百名工人 坚守在岗位上 完成了这条云端上的通途 向这些高原工人 致敬 你知道吗 中国一直禁令 让全球未知颤抖 中国曾是世界上 最大的速度的垃圾进口国 年进口垃圾达 4500万吨 用于循环利用再制造 然而 从去年开始 我会全面禁止洋垃圾 欧美日澳等出口大国 垃圾一下子没了去处 回收车被堆到爆仓 纷纷陷入瘫痪 反观国内 回收再上行业 没了廉价洋垃圾做原料 不得不转而充分利用 国内土生土长的垃圾 土垃圾得到更好的分类 回收再利用 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将大大改善 不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 不再做世界垃圾厂 转型的中国 好样的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深厚的 感谢观看